我现在是在徐州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龟山汉墓 这个龟山汉墓是徐州境内已发掘出来的 汉朝王侯陵里面 明确墓主人身份的唯一一个墓主 他就是第六代楚王 楚相王留住的林寝 地宫已开 我们进去看一下 非常的有看点 第一个看点 大家来看 我现在站的位置 是墓道 后面那个狭长的地带 那叫永道 二者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看点就在这个木道下面 玻璃下方有很多的沟壑 一直汇集到这一点 从这一点又往里 分了两条水路向里穿插 这个就是两千多年前 地宫的排水系统 整个地宫是里高外低 非常有利于水的汇集 往外排出 非常的科学 第一点就是它的排水系统 第二点 看一下这个 在木道和永道之间 有一个过渡地带 也就是我站的位置 内窄 外宽 成一个喇叭状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状呢 就是有利于官国的运输 从这往里走官 就是为了这个 第三看点 就是这个永道 来看一看 最里面 他们打出了一道红光 这个红光 它要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一点啊 就是这个永道 和旁边的王妃的永道 两边修的是非常的规整的 非常的值得 两个水平到什么程度呢 从这里延伸 一直延伸到西安 两个永道 才可能相交在一起 整个永道 我们现在发现的永道 长度是56米 非常的狭长 来到这里以后啊 我能感受到一点 就是突然觉得 这个永道特别像 叙利亚风格的酒店 有没有很像 对不对 非常的形象 在我的左右手两侧 有两个耳饰 这两个耳饰 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边这个耳饰 是一个内外套间 在这个外套间这里面 有一个水池 这个水池干什么用的呢 专家已经考证出来了 这个是模仿 马匹生前饮水的水槽 这个地方就是车马市 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内饰啊 一个小套间 外面是银马的 这里面 复原出了一个车辆 大家都知道 天子是驾六的 诸侯王最高的级别 只能是四匹马 很显然这个流注 还是比较守规矩的 没有突破这个限制 因为他也不敢 因为在他同时期的 皇帝是谁呢 汉武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很小了 这是一个小车马库 相较于那边 是马厩 摇马的地方 这个就是 规制一些马的用具 一些车辆的用具 就在这里 但是它小一点 比那个要差得很远 好大 来 旁边看一下 但正常讲的话 这个地方站的 应该就是前厅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前厅 前厅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在河南永城 看过那个 梁孝王林 对不对 那个地宫的话 前厅就是用作 接待宾客 处理政务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功能 而是乐舞室 就是娱乐的地方 放到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唱卡拉OK的地方 理解了吧 也可能是游戏室啊 在这个乐舞室的旁边 在这里 我们看方位的话 都已经明白了 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厨房 娱乐的旁边 是厨房 挨着厨房的 这个 这个我们稍晚一点再讲 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 武器库 挨着厨房的是武器库 原先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有很多武器 在这里面的 但是后面就没有了 被盗的时候 应该是把这些武器 全部给带走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西汉的人 就是誓死如生的 可以用活的马匹 来陪葬他 用活人来陪葬他 更何况是这些武器了呢 肯定是优中选优 放了一些非常好的武器 在这里面 对不对 来说一下这个吧 在这个乐武室的侧面 也就是厨房和这个武器室的中间 有一个圆形的凹槽 比较低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没有标注 应该就是一个圣景 两千多年前 古人已经判断出来了 这个地方 看 可能会有很多的水 渗入在这里 为了防止这些水 直接 漫着地面 就在这里 搞了一个森井 一旦这个水位啊 多起来 就会顺着这个凹槽 也就是水道 直接排到外面去 非常的合理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啊 在这里 复原出了一个作品 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马桶的圆形 就在这里 你看 这有靠背 下面是脚灯 右边 右手边这边还有个扶手 非常的合理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重点都在这边 看 这个就是前殿 也叫前朝 它模仿的就是 牧主人生前处理政务的地方 接待贵宾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整个楚湘王留住地宫里面最大的一个房间 非常的排长 按照正常讲的话 这个地方肯定是放置官国的地方 因为这个位置极其重要 我们现在后人通过科学的手段判定 这个地方往上打33米就到达了龟山的最高点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古人是如何测定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神奇 这个我们不讲 为什么最后留住没有把自己的棺果放在这里呢 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来 上方发生了裂隙 非常严重的裂隙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2000年前发生了坍塌事故 工人们正常的去施工 造出了一个这种形状的屋顶 但是偏偏上面有裂隙直接把石头给砸了下来 可能出现了人命 留住认为把自己的棺果放在这里 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晦气就舍弃掉了 这个地方就成了后来的小仓库 没有办法 最好的位置给放弃掉了 可能这个就是留住到最后死不瞑目的原因啊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位置才是留住最后放置棺果的位置 很无奈 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边已经是不能用了 再用的话就可能会把自己给砸死 只能放在这里了 这个棺果的话 是我们后期复原出来的 原先的早已腐烂了 最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在我手指的位置 这个地方 在开放四年以后 就是对外开放四年以后 突然在墙上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画像时的一个影子 这可不是后人为了编造故事 给它刻上去的 没有 原先是没有的 有人就模仿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形状 就是留住在欢迎大家的意思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留住 是吧 大家都懂是吧 很神奇 有没有可能是渗水所造成的呢 也没有发现过这个像 有扩大或者是缩小的现象 都没有的 很神奇 未解之谜 看到这里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 第六代楚王 楚相王留住的临寝地宫 看完了 大家有什么感慨 是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建造这个临寝 这个地宫 会消耗掉多少时间呢 有专家就推特出来了 最少得十一年